生命便是 与你欢喜更能每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感谢我们董事长长路大法师 大家再次鼓掌 要非常感恩我们省委员的姻缘 让我们有机会 在这边见面 更感谢我们校长的慈悲 因为我很羡慕各位 因为各位有我们长度大法师的慈悲 来照顾了各位 更有一个虔诚的校长 来做我们人格的模范 刚刚我们远远的车子来 我是第一次来 我们司机菩萨说 师父那不是学校 那是寺庙 我说应该是那一间 所以我想对佛教讲因缘来说 那各位能够在一个真正的教育的场所 因为所谓佛法 它是一种生命的教育 那我们如何建构一个快乐的生命 正确的人生观 所以我想每一个生命的目的 都要追求快乐 而不要痛苦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快乐的因是什么 为什么会痛苦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高的智慧 所以我刚刚在外面看到 学校的四个字 悲 智 圣 行 这个就是教育的重点 所谓慈悲 什么叫慈悲 感情的最高点 叫慈悲 自私的感情会痛苦 我看各位这个年纪 最喜欢谈感情 因为年轻 那是感情有快乐 有更痛苦 那是各位每天就看到 学校有这么多法师 特别走来走去 你要问问那个法师 说你怎么要出家 为什么要出家 你怎么不去谈恋爱呢 就像我经常去监狱 他们也会问我说 嘿 黑心 你头发疼了 你怎么跑去出家了 我说我有结过婚 我有生过小孩 我过去的太太 像影星一样的漂亮 问题是我过得很苦 并不是说感情不快乐 而是那种 是一种束缚 束缚 我爱你 但你只能爱我 你不爱我 Holy Sea 奇怪 怎么会这么痛苦呢 所以我结婚七年 我就自己买了好几个鱼缸 天天看鱼 好羡慕啊 鱼多自由啊 但是我现在被关在鱼缸里面了 因为我以为那是快乐 结果我发觉 哇 真正疼 我想快乐是一种自由 后来我又生了一个小孩子 哇 更痛苦啊 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们农历七月份刚过 在佛教里面叫孝顺岳 是在纪念 慕年 神通第一的慕年 他妈妈 虽然家里很有钱 但是不懂得因果道理啊 后来死了以后 做恶鬼道 那做了恶鬼道以后 慕年正的神通 出家七天就有神通 以这个神通去观察 哇 他妈妈居然在恶鬼道 结果他就赶快拿一碗饭 以他的神通拨饭 供养他的妈妈 结果他的妈妈嘴巴一凸啊 一打开变成吐火 所有的饭菜变火炭 所以慕年那个时候很急啊 神通 神通耶 他是第一 也没办法度他妈妈 赶快回来找佛陀 然后佛陀就跟慕年说 凭你一个阿罗汉 功德不够啊 你要在七月十五日 就是佛的 因为我们出家人三个月 要精进的修行 然后来供养所有的 自己阿罗汉 包括供养佛陀 你妈妈才可以离开恶鬼道的苦 所以慕年就这样去做 后来他妈妈升天了 那所以我们就把农历七月份 当做来 跟我念一下 孝顺月 那每这个月 我们就在讲孝顺的精神 由孝顺变成普度 我想各位的爸爸妈妈 农历七月份 一定会拜拜门口啊 住大楼会拜拜门口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 慕年有妈妈 那是人啊 生命的轮回啊 几百万事 各位相不相信 因为你是慈命高中了 你要相信 因为慈命高中是佛教 佛教的基本就是相信轮回 人有过去世 现在是来世 所以 因为无量事的轮回 有无量事的爸爸妈妈 所以 每一世 的爸爸妈妈 无量事合起来 老实说了 我出家将近三十年 终于今天 踏到慈明高中 各位一定做过我妈妈 做过我爸爸 做过我女儿 做过我儿子 不然我们不会见面 所以 各位听过一句话就 五百事才能够同一艘船 一千事的姻缘 才能够同一座座 所以各位 你做你的同学三年 坐在你隔壁 你等一下 握着手 赶快握一下 妈 我爱你 对不对 就是如此了 终于有机会了 我爱你很久了 我今天跟你说 我讲的那个爱 是爸爸妈妈的爱 不是男女的爱 这个叫缘分 所以我想这一点 最高的智慧 就是你相信这个真理 所以刚刚我们 董事长 我们就 哇 各位外面有一尊 文殊菩萨 代表智慧 手上拿着各种的法器 包括奶瓶 iPhone 是要去帮助别人 所谓帮助别人 是要以不自私的 读书最高的目的 不是拿第一名 学习服务别人的机会 增加自己的被利用价值 你是搞电脑的 你是搞商业的 你是搞医学的 那我想必须要有 无私的奉献 所以叫文殊菩萨说 我不是为了赚钱而来读书的 我不是为了成功而来读书的 我是要为了增加自己 被社会国家的利用价值而来读书的 这个是一个动机 这个很重要 我一辈子都很努力 因为我父亲很严格 所以我们以前读书 父母就告诉我们 考第一名 将来才会赚大钱 我妈妈要我做医生 我爸爸要我做总统 然后呢 从小把我逼 逼到样样都一百分 什么都是最好的 但是后来我才体悟一个道理 这么努力都是为了自己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做旅行社 也搞房地产 也赚了一点钱 后来 我有一次到越南 最北边的河内 天气热 买一瓶可乐 在那边喝 结果我可乐喝不完 剩下一点点 放在旁边 结果有一个乞丐 小朋友 一直看着 一直看 我想说 可能他想要喝 我就把这一瓶 剩下一半的可乐给他 他拿到可乐以后 我脸都发光了 然后就跑去给他爸爸 那小孩子很孝顺 他自己不先喝 先给他爸爸喝 哇 爸爸拿到这个可乐 也不喝 就叫小朋友先喝 我在看到这一幕 我自己觉得很惭愧 我们赚了这么多钱 从来没有想到 别人的痛苦 只想到自己的 龙华富贵 那时候我也有儿子 我已经结婚那个时候 就我看到 然后两个父子 为了扮平可乐 那种感恩的眼光 让我生起一个 很大的惭愧心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我真的是 每个人都想要赢过别人的 在努力 但是我发觉 我很自私 让我觉得很惭愧 我这么努力 赚这么多钱 只想要让自己高贵 买的 我不会开车 要买几部好车 放在那边 所有的好的 要给我的家人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原来在这么远的国家 还有这么样的 一样是爸爸 一样是儿子 他们却只有 后来是那个爸爸 可乐给儿子 后来 他把那个瓶子捏一捏 他要拿去卖 他可以卖到钱 但是让我觉得 我自己很渺小 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讲的感情 为什么能够变成慈悲呢 感情是自私的 我喜欢我 我喜欢的东西 慈悲是无私的 流浪狗 蚂蚁 可怜的老人 刚刚讲了 七月份普渡 听说有孤魂野鬼 有地狱 那这些 以前我们没有关心的 这是我生命第一个觉悟 我发觉 人为了自己成功而努力 那是渺小的 人的努力 应该是为了别人 为了世界 为了国家 就像我那天 跟我们沈志会 立委在聊天 哇 原来他要立佛法 希望推广佛法 以他委员的身份 能够保护这个世界国家 动机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所以我讲到这边 各位可能不像我们出家人 每天研究佛经 但是佛经的重点很简单 不要为自己 念一下 自私是痛苦 慈悲是快乐 为自己的是所有痛苦的开始 为别人的是所有快乐的原因 所以我想各位来学校读书 你不能说 为了我自己要吃饭 那你会有压力 努力会有压力 我来学校读书 我看到社会上 哪一个问题需要我 老人的问题 幼儿的问题 流浪狗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国家的问题 世界的问题 来 看前面 为地球 如果你是为地球而努力的 那你是地球的皇帝 再来 为法界 这里面是一个星球 里面有整个宇宙 你的动机如果是为整个 世界 法界的 那同样 布施一朵花 倒一杯水 动机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各位可以说是 目前台湾最有福报的高中生 因为有我们长路大法师 还有佛教的加持 各位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但是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做人的目的在哪里 所以简单的说 什么叫修行 人格的发展 人格的发展 所以要把人格发挥到最圆满 那人格的发展分成三个部分 也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说的 来 念一下 把知识变成智慧 所以我们立委叫省智慧 校长 董事长 外面给你摆个文书符上 各位要把知识变成智慧 再来 第二个 把感情变成慈悲 谈恋爱你会很痛苦 但是为什么我们出家人要出家 出离自私感情的家 把自己奉献给大家 当你没有自私的爱情感情的时候 你可以爱所有的同学 你可以爱所有的老人 你可以爱所有的蚂蚁 所以自私的感情会痛苦 但是无私的大爱 慈悲 快不快乐 快乐啊 各位 要不要出家 我想出家是出离自私的家 的意思了 把自己奉献给大家 所以哪一天各位来学校 我们校长问你 你为什么要读慈敏高中 我要把自己奉献给国家 你可以去做立委了 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世界 那你可以去出家了 我要把自己奉献给病人 那你可以做菩萨了 为这个来学习 这个叫人格发展 这是我的体悟 那个时候我才快乐 不然对我来讲 我努力啊 读书啊 赚钱啊 然后结果我觉得越来越痛苦 但是我了解这种 无私奉献的道理啊 所以我就跟爱我的太太说 你爱我 我爱你 但是外面的世界 还有很多人需要被爱 所以我必须离开你 哇 你就开始考啊 我必须离开你 不然呢 我就没办法去爱众生 我也跟我爸爸妈妈说 你们非常的爱我 我爸爸妈妈非常的爱我 但是爸爸妈妈 谢谢你教我这种爱 我要把你们对我的爱 来爱天下所有的人 所有的老人 意思是说 我跟我父母说 如果你让我能够去修行出家 我会对你们两个老人的爱 去爱全世界的人 你说不用说那么多了 他不了解这个道理 但事实上等我出家以后 特别在我爸爸妈妈老了 他们才跟我说 还是出家的儿子最孝顺 我说你这么在意 因为我妈妈说 你以后长大是听你老婆的 还是听妈妈的 废话当然是听妈妈的 讲是这样讲 都是听老婆的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妈妈说 妈妈我又回来了 我又开始来孝顺你了 但是当然我妈妈说 那你孝顺我天天又不在家 因为我是以孝顺你的方法 去孝顺全天下的妈妈 我是以爱儿女的方法 去爱世界上所有的儿子 女儿 我的儿子应该是32岁了 不过我们出家就不见面了 那时候所以我看到各位 我就很熟悉 很容易让我去爱上各位 如果你问我说 师傅你今天来干嘛 我来爱你们的 那是男同学 记住我底下这句话 爱不要建立在做爱上面 爱不要建立在欲望上面 有你也无你 女同学 哪一天有个男人写封信给你 我爱你 你不用欢喜 我告诉你 你要问他 你爱我什么 头发 头发会老的 爱什么 身材 身材老婆婆的 他爱你那些外表 头发 那这些都会变的 如果把爱建立在肉体上面 建立在外表上面 建立在金钱上面 那会变的 千万不要被利用 那个男生说 你眼睛好美 你要说你好好色 好美 他是因为色意才说 你皮肤好美 对不对 他心里想的是 你胸部更美 男人 男人 这是不是真的呀 大部分人都把爱爱爱建立在欲望的满足 感情的寄托 那是真爱还假爱 到时候就会砍来砍去 我跟你说 搞来搞去 所以老实说了 我爸爸妈妈 两个人感情并不好 但是两个都很优秀 后来等我出了社会 我还发觉 哇 我跟我妈妈说 我们家算不错啦 妈妈 你都没有被爸爸打过 这个一男一女 要在一起待一辈子 那真的是考验 我说爸爸都没有打过你 只有骂你而已 还不错 还给你很多钱 骂起来妈妈 因为这个世间 爱情的这种东西摆不平的 所以佛陀为什么要提出 慈悲这两个字 才能够超越世间的爱情的痛苦 知识也是分别的 知识高知识低 我高我低 聪明笨 但是智慧是超越分别的 所以我想各位 生命要追求快乐 快乐不是从外面得到 快乐要从内心 内心里面 捏下来 心如虚空 接受一切 那叫智慧 好的不好的 快乐的不快乐的 我都可以接受 没有分别 那叫快乐 那像各位你为什么痛苦 这个男人我喜欢 那个男人不要跟我讲话 你已经感酷了 因为你喜欢东 不喜欢西 你会很痛苦 喜欢健康 不喜欢生病 你会很痛苦 喜欢有钱 不喜欢穷 你会很痛苦 当然讲到生命的智慧 还有一点更重要 各位要懂得 念一下 了解自己 你为什么长得高 为什么长得矮 为什么唱歌好听 为什么皮肤白 为什么眼睛漂亮 为什么穷 为什么有钱 为什么人家出生在皇帝做儿子 你称在乃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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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切都是四个字来 自作自受 一个人为什么长得很漂亮 女生要不要漂亮 为什么长得很漂亮 行为反作用力 共花 前面这朵花漂不漂亮 漂亮 行为反作用力 脸漂亮 还有一种不用花钱的 多微笑 不生气 脸漂亮 要生得漂亮还是要不要再搞什么 决定让你自己 你不要去怪你爸爸妈妈 行为反作用力 要不要皮肤漂亮 不要乱丢止血 不然你的面子会变变变变变变 把地上弄干净 弄平 把老师的桌子黑板擦干净 外表皮肤漂亮 我们学校有这么多出家人走来走去 没事就拿一条毛巾肥皂 师父干嘛 供养你洗脸 行为反作用力 脸漂亮 不会长青春痘 所以布施出家人洗脸 洗脸 所以各位 当你经过文殊菩萨的时候 哎呀 给他合掌一下 尊敬有智慧者 脑筋好 智慧高 乱丢课本的人 笨 尊敬英文老师的人 英文好 后面骂数学老师的人 笨 这样你懂吗 再配一次 行为反作用力 眼睛为什么漂亮 各位要学我们董事长这样 眼睛好美 笑笑的看着你 行为反作用力 眼睛漂亮 刚刚董事长还送我一包香 以后生生死死 他鼻子漂亮 你把厕所弄得很香 鼻子漂亮 鼻子舒服 身体香 所以各位很简单 你希望有钱 怎么用有钱 来 送人家钱 这四个字 舍一得万 所以一个人有钱 他是因为帮助需要钱的人 我想学校一定有我们的同学 刚好最近钱不方便 对不对 我们当然帮他出钱缴学费 我们帮他出钱做便当 那你帮助需要被帮助 行为反作力 有钱 来 我来教各位了解一下你自己 请把手拿出来 这样合掌 当你手一合掌 看看你的手 中间有没有动 如果你合起来中间没有动 手还长长 这什么意思 生生世世 不杀生 你绝对不会靠着嘎爪 Holy sea 那你手就会短短 中间都是缝 这个叫杀生的夜暴中 再来 手再拿出来 摸摸头 头是尖尖的还扁扁的 扁扁的 你不要啊 扁扁就是没有拜拜 没拜祖先 没拜老师 没拜神 没拜文殊菩萨 头冰冰了 手再拿出来 摸摸手心 粗粗的还细细的 细细的还好 上辈子不好色 好色的人一握手 皮肤粗糟丝 皮肤粗糟 手再拿出来摸摸手心 热热的还是冰冰的 好在 好在因为你的读词名高中 为什么热热的 孝顺父母 尊敬老师 爱护动物 手心永远热热的 不孝顺父母 不爱护 冰冰的 这样了解吗 然后再看看手 手背 血筋骨头多不多 这谁你还败了 血筋骨头多得 贪钱 会贪污 要拔掉 所以我们再请会计 看看手 今天可以做会计 贪 你的 这些血脉骨头 会跑出来的 来 手再拿出来 手长不长 孔子的手 站着可以摸到膝盖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手 永远写很好的文字 去帮助别人 手长 你到厕所去写 抹人王八蛋 你不要 手短短 各位 你喜欢脚长长 还是脚短短 为什么脚会长 尊敬老师 上课 专心 腿长 不尊敬老师 洗洗暗 铁人 脚短短 腿短短 所以我想各位 人的外表 命运 决定在你的行为 行为来自你的心态 眼睛好不好看 为什么人家会双眼皮 你知道吗 点灯的时候 供养中间那条线 双眼皮 点灯的时候加油 眼珠子黑又大 点灯的时候 那个灯座比较大 你的眼睛像印度人这么大 因为光明嘛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皮肤黑 人家点灯 你把它奔弄化 皮肤黑 所以为什么皮肤白 让黑暗的地方亮起来 知道吗 学校的日光灯坏了 主动修理 让别人看起来亮 看书很清楚 眼睛好 所以来 各位要不要唱歌好听啊 所以来 为了声音好 念一下 不骂人 多讲好话 唱歌好听 你每天都在讲 闭你的手声 我跟你说 再来 不骗人 口才好 不背后说是非 讲话人家喜欢听 我最在乎了 我在讲话 如果有人在睡觉 我就很难过 我讲话没人喜欢听 所以我师父才跟我说 他讲一个比喻 各位注意听 桌子上有一堆大便 要不要吃 那有可能要吃呢 那我师父说 如果你把别人的缺点 透过你的嘴巴 讲出来 那就再吃大便 要吃什么 不要 只讲别人的优点 好不好 那你这样以后 讲话人家喜欢听 唱歌人家喜欢听 再来 第四个 不讲黄色笑话 讲话清清楚楚 有些人 讲鬼干 不知道在讲什么 听不懂 最后一个字 背下 舌头要绑安全带 要开始练习吧 我们所谓修行 就是修正行为 身体的行为 语言的行为 心态 这个叫修行 以董事长为模范 修行 以老师为模范 修行 以文殊菩萨为模范 修行 各位现在以谁为模范 唱歌跳舞的为模范 金香派 各位现在信仰什么 睡觉 手机 每天在忙这个 那你一定要调整你自己 所以我想 你喜欢住大房子 哇 像老师说 我们持平高中那天 我听立委说 以前地震 所以立委帮忙 居士出钱 终于又把学校盖起来 那同学们 那个时候你的爸爸妈妈 阿公出一百块 帮助慈明高中 帮助寺庙盖起来 他生生世世 会不会住高楼大厦 爸爸妈妈留给他三栋房子 人家种的善因 人家种的善因 听我讲一个故事 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次佛陀出来 讲经说法 很多很多人 那个时候当地的国王 这些长老 都跑到前面 要挤着去供养佛陀 那个时候 最底下有一个小乞丐 他什么钱都没有 但是呢 他手上 那里就有四颗豆子 放口袋的 他就把这个四颗豆子拿起来 哎呀 愿佛 伟大的佛陀 接受我供养 就把这个豆子这样洒出去 结果佛陀有神通 佛陀赶快